荣耀发财快吧 大仙什么都知道 哈喽各位小伙伴大家好 我是张大仙 作为688村的村长 大仙本着帮助先游解决各种上分疑难杂症 共同迈向王者之路的心愿努力着 可是我发现大家询问的最多还是明文携带问题 那么大仙今天就给大家科普一下 关于明文的一些知识 我们常见的明文搭配有 宽透明文 暴击明文 吸血明文 薄素明文 肉产明文 十一遍加十阴眼一共是100点物理穿透 十梦眼加十心眼一共是88点法术穿透 一位ID名为凯RRR的 观众朋友给我们留言 李白带百川明文 然后最左边带什么 夺翠还是狩猎呀 小姐姐 嘿你这个小妖怪 大仙哥哥告诉你 现如今的李白还是推荐带狩猎 增加攻速 快速打出四下平A刷出大招 夺翠什么都没有必要了 因为咱们是出的大吸血 大吸血剑一般都是够你吸血了 而暴击明文则分为两种 暴击率和暴击效果 十个货源可以增加16%的暴击率 暴击率上限为100% 十个无双则是增加36%的暴击效果 除了阿柯猴子以外 正常英雄暴击效果为200% 加上无尽的50%暴击效果 配合无双可以达到286%的暴击效果上限 大部分暴击英雄适合带货源 在前期提高暴击率打出暴击伤害 但是像阿柯猴子这种自带暴击率的英雄 则更适合带无双提高暴击伤害 吸血明文为夺翠和贪婪 有一位叫我陪前虎的仙友留言询问 仙友们求孙上香的出装 一直纠结是出漠视还是弃血 我没有吸血明文 一般的情况下 五个夺翠明文加上一把小吸血刀 就可以解决英雄的续航问题 如果实在没有任何吸血明文的话 大仙还是建议出弃血 因为孙上香是一位靠高爆发秒杀脆皮的英雄 常见的公众明文为 石红月加石狩猎 可以增加26%的攻速 而露娜或者米月 则会携带石红月加石狩猎加石心炎 达到32的攻速 最后我们常用的肉坦明文为 调和宿命加虚空 这套明文能为英雄增加1000多的血量 实在是出门旅行 专业扛咒之首选 总而言之明文的存在是为了增强英雄的属性 像花木兰这种依靠技能打输出的英雄 则推荐为百川明文 像猴子这类靠平A打爆发的英雄 则推荐为暴击明文 像马可这类叠攻速可以增加技能收益的英雄 则推荐使用攻速明文 项羽这类需要守护队友的扛伤害英雄 则推荐为肉坦明文 另外无机明文比较难凑齐 除了做常见的任务 钻石金币夺宝抽取以外 我们还可以通过打战队赛 武道大会 挑战副本 六国远征及其材料 在商店进行兑换 还有 当你的英雄达到一定熟练度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在英雄熟练宝箱中 打开宝箱 领取明文碎片 好了 本期的资讯我们就到此结束 各位小伙伴们 还有什么不懂的问题 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大仙会随即翻牌进行回答的 王者镜头 蛇为风 鱼与大仙都得梦 我是双方仙 没玩去那边都一定办办 咱们不见不散